《廚房用具大作戰》 大家好,我是Fairy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本故事書 書名是《廚房用具大作戰》 我們現在開始吧 廚房用具大作戰 在某個廚房的廚櫃裏 煮食用的長筷子說 討厭,討厭 在這個幼細幼黑的地方 已經兩天了 湯鍋都說 真的 以前我們每天早上 中午和晚上 都會和主人一起做食物 不知多開心 飯學都很認同 都是那些加火的錯 究竟它指哪些加火呢? 哦 原來是只需要用熱水浸泡的杯麵 它又等三分鐘 就煮好了 吃的時候用免洗漬器筷子就可以了 還有即食飯和速食咖哩包 都只是放入微波籠 叮兩分鐘就可以放上桌 那些餐具都很驚訝 什麼話? 只要兩分鐘? 咖哩應該要我們全部人一起出動 切一切 炒一炒 咕嚕咕嚕地煮 花很長時間才可以做到 美味的食物 就在不同餐具七嘴八舌 討論的時候 啊!我忍不住了 就等我這把鋒利的菜刀 來和那些加火決一勝負 菜刀跳了出來 突然間傳來了可怕的消聲 嘻嘻嘻 是…是誰? 菜刀大叫擋在所有餐具的前面 原來是杯麵 炒麵 和即食烏魯麵 肚餓就馬上吃 這樣才是最好的 嘻嘻嘻 花時間咕嚕咕嚕地煮食 明明太落後了 你們 那些杯麵不斷在嘲笑餐具 菜刀再忍不住了 你…你們說什麼話? 我一定不會原諒你們的 看著來吧 菜刀奮力一調 調向杯麵 那杯麵馬上撐 哦! 退後兩三步 在菜刀快要切到杯麵的時候 夠了! 砧板很嚴厲地擋在菜刀和杯麵的中間 菜刀老弟 你先不要那麼衝動 再忍耐一下好不好? 菜刀也是堅持想要它傷害那些杯麵 讓開啊! 砧板大高 只要那些家伙還在 我們就沒辦法煮食了 砧板又跟菜刀解釋 菜刀老弟 難道你要變成打架的工具嗎? 你應該是用來煮食的 既然是用來煮食 就不應該這樣用了 砧板給了菜刀和其他不同的餐具一個擁抱 說 聽我說再忍耐一下吧 我們不是很夥伴嗎? 菜刀和其他用具都很不甘心 哭了 砧板大哥 你看看 那些杯麵就站在一邊 然後偷笑 第二天 在廚房的碗櫃裡 大家都依照砧板的畫組 靜靜地忍耐 就是這個時候 大家快點集合啦! 要出動啦! 砧板呼喚他們 砧板很開心 終於輪到我們上場啦 不用客氣 盡情發揮啦 來啦各位 讓那些家夥知道我們的厲害 好 所有餐具都很興奮啦 首先請欣賞菜刀切菜的技巧 然後 就用小番茄小屎生收啦 不行 怎樣呢? 是不是切得很棒呢 然後 噠… 怎樣呀? 菜刀的速度 是不是快到你眼花 Tri Muk 生菜切細絲 對菜刀來說 從一點難度都沒有 接下來就到牛奶鍋上場 放入粟米粒慢慢煮 做得很好 到了飯殼 輕柔地滲著熱辣辣的米飯 手法真是精巧 接著又再到菜刀上場 啫啫啫啫 怕你啊 把洋蔥舌到這麼小 啫啫啫啫 我一樣可以完成 接下來的東西就是 啫啫啫啫 幫馬鈴薯劈皮 一下子就幫三個馬鈴薯劈皮 而平體鍋放在爐上 滋滋的作響 長筷子也有你幫忙 他說 實在煎得太完美了 我沒試過這麼開心 湯鍋也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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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而湯筋就在湯鍋裡不斷轉轉轉 聞起來好香 搞得我都好肚餓 咦 這道菜式做好了 究竟會是什麼來的呢 原來是漢堡扒咖喱 配搭這個香濃的熟米湯和沙律 咖喱香氣濃郁 而漢堡扒就可口多 這個就是最好吃的料理 對呀 跟兩分鐘三分鐘就上台的咖喱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些這麼多味精都不健康 很久很久沒有做食物 每樣用具都顯得很開心 森板都略顯高興 各位今天真是太厲害了 其實因為這個家的主人身體不舒服 直到昨晚都沒辦法去做食物 所以才要用杯麵來幫忙 蔡刀知道了原因之後 心感抱歉 原來是這樣 真是對不起 杯麵們請原諒我 杯麵都說 不會不會 我們都有錯的 我們都要說對不起 太好了太好了 從今以後大家都要好好合作 砧板的小聲不斷在廚房裡 回響著 非常響亮 那今天這本故事就說完了 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